狼牙山武壮士 1941年秋,日寇集中兵力,向我浸茶祭根据地大举进犯。 当时,七连奉命在狼牙山一带坚持游击战争,经过一个多月英勇奋战, 七连决定向龙王庙转移,把掩护群众和连队转移的任务交给了六班。 为了拖住敌人,七连六班的五个战士一边痛击追上来的敌人, 一边有计划地把大批敌人引上了狼牙山。 他们利用闲耀的地形,把冲上来的敌人一次又一次地打了下去。 班长马宝玉沉着地指挥战斗,让敌人走近了,才下命令狠狠地打。 副班长葛振林打一枪就大吼一声,好像细小的枪口喷不完他的满枪怒火。 战士宋学义扔手榴弹,总要把胳膊抡一个圈,好使出浑身的力气。 胡德林和胡福财,这两个小战士把脸捧得紧紧的,全神贯注地瞄准敌人射击。 敌人始终不能前进一步,在崎岖的山路上,横七竖八地躺着许多敌人的尸体。 五位战士胜利地完成了掩护任务,准备转移。 面前有两条路,一条通往主力转移的方向,走这条路可以很快追上连队。 可是,敌人紧跟在身后,另一条是通向狼牙山的顶峰齐盘驼,那儿三面都是悬崖绝壁。 走哪条路呢? 为了不让敌人发现群众和连队主力,班长马宝玉斩钉截铁地说了一声,走! 带头向齐盘驼走去。 战士们热血沸腾,紧跟在班长后面,他们知道班长要把敌人引上绝路。 五位壮士一面向顶峰攀登,一面一坨大树和岩石向敌人射击,山路上又留下了许多具敌人的尸体。 到了狼牙山峰顶,五位壮士,居高临下,继续相紧跟在身后的敌人射击。 不少敌人坠落山剑,粉身碎骨。 班长马宝玉负伤了,子弹都打完了,只有胡夫才手里还剩下一颗手榴弹。 他刚要拧开盖子,马宝玉抢前一步,夺过手榴弹插在腰间,猛地举起一块磨盘大的石头,大声喊道, 同志们,用石头砸! 顿时,石头像宝子一样,带着五位壮士的决心,带着中国人民的仇恨向敌人头上砸去。 山坡上传来一阵激励呱啦的叫声,敌人纷纷滚落深谷,又一群敌人扑上来了。 马宝玉搜的一声拔出手榴弹,拧开盖子,用尽全身气力,扔向敌人。 随着一声巨响,手榴弹在敌群中开了花。 五位壮士,屹立在狼牙山顶峰,眺望着群众和部队主力远去的方向。 他们回头望望,还在向上爬的敌人,脸上露出胜利的喜悦。 班长马宝玉激动地说, 同志们,我们的任务胜利完成了。 说吧。 他把那只从敌人手里夺来的枪砸碎了,然后走到悬崖边上,像每次发起冲锋一样,第一个纵身跳下深谷。 战士们也昂首挺胸,相继从悬崖往下跳。 狼牙山上响起了他们壮烈豪迈的口号声。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 这是英雄的中国人民坚强不屈的声音。 这声音惊天动地,气壮山河。 绿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